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甲义生于汉高祖七年 公元前二百年 足于汉元帝前元十二年 公元前168年 只活了33岁 甲义十八岁成名 22岁被文帝招为博士 西汉初年 博士的职责是掌管点击文献 为皇帝的决策提供参考 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学者 因而年轻的甲义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就在这一年 他写出了过勤论 更是心生夺人 政策建议方面 他提出了星礼乐 改制度 都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体制改革 也很合文帝的利益 甲义的格局大 可时机没找好 这时候 文帝刚刚清理了吕氏家族 登上了皇位 基础还不稳 和地方诸王 周伯这些拥立老臣的关系 也很敏感 所以 文帝打算委派甲义要职的时候 遭到了老臣们的集体反对 这可不是简单的妒忌 尽谗言 而是甲义选进了复杂的政治博弈 后来 文帝把甲义调离京师 去给长沙王当太傅 也就是老师 看起来是疏远和贬折 也未尝不是让他先远离矛盾 将来再谋出路 甲义自己写过 太平皇帝的诀窍是贵顺权 也就是为之平稳 顺应行事为贵 结果轮到自己被顺权的时候 却想不开了 当然 要理解调屈原妇 还得结合甲义这个人的性格 历史上描述甲义的时候 大多数人注意的是他思想的早熟和冷峻 却忽视了他的敏感和脆弱 甲义的文章里经常有流涕 太熙这类字眼 在像皇帝的奏书里也很常见 你要知道 在中国文化里 一个大男人 又是朝廷官员 有多少委屈伤心 也不好当众落泪的 人欲杰的情感总需要有出路 调研场合当众痛哭 在我们的文化里不但允许 甚至被鼓励 于是 甲义写下了调屈原妇 一篇调屈原妇 甲义不仅开创了平调屈原的主题 甚至发明了这种误伤其类 有比及死的文化情感 他借平调这样的场合 他把自己的悲哀和愤懑 寄托在了屈原的身上 以礼仪的名义痛快地哭了一场 这一哭 生振千年 从甲义以后 平调屈原成了一个文化打卡活动 汉代的大学者杨雄 蔡庸 史学家班彪都写过调屈原 了解了创作背景 我们再来细读这篇调屈原妇 甲义的文章真是才华横溢 尤其放到了妇这种文体上 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妇的屈原部分 甲义说自己骚扁 走到了屈原自成的香水 追忆伤感 介意自比 汉代文学的风气雄浑 人的感情也显得坦荡 都是有话直说 这还有文化原因 我后面会说到 正文部分层层递进 第一层几句 我念原文 咱们感受一下妇的整体质感 我慢点念 你留点一听的话 还是能听出大意的 宫成家会兮 似醉长沙 策文屈原兮 自成蜜罗 造脱香流兮 静调仙生 遭世网极兮 乃允绝身 要是按我们 东北二人传的节奏 你也可以翻译成 感念黄恩啊 戴罪长沙 听说屈原啊 自成蜜罗 人过香水啊 静调仙生 遭逢横祸呀 丧了性命 我这也不算是恶搞 因为处词的节奏 和西这个注词 就是用来吟唱的 那么这几句 到底是说屈原呢 还是说假意呢 可以说都是 他们的命运和情感 已经在假意的想象里 连接在一起了 能够达成这种连接 才能完成 有笔及此的过渡 后面的两层 文字很华美 几乎每句都用到了典故 但意思并不难懂 简直就可以说是 直接在骂人 发泄不满 他的大意是 因为时代不好 而闲尘隐藏 小人当道 让鸾缝躲避 让猫头鹰翱翔 让瘸驴拉了好车 让骏马去驼岩 这样上下颠倒的时代 岂能长久 等等等等 大体如此 证文的后面 还有一大段老草 也是附体 称为迅约 通篇文字里 勉强不算攻击朝廷的话 也就那么一两句 是反正到哪里 都可以辅佐君主 何必非留恋 国都不可 这次遭贬长沙三年以后 贾义重新获得了重用 出任梁怀王的太父 这次为什么就是重用呢 因为梁怀王 是文帝栽培的继承人 贾义这一年 也才28岁 这次任命 是一次明显的政治布局 文帝给梁怀王 安排一个好老师 也就是玉埋 未来的丞相人选 可贾义的运气 也实在是差 几年以后 梁怀王从马上 掉下来摔死了 贾义自觉失职 终日痛哭 一年以后 郁郁而终 因为这篇文章的关系 后人习惯性地 把贾义当成屈原的知音 在史记里 他就是和屈原合传的 但我们今天来看 他俩是有本质区别的 屈原是战国时代 楚国的贵族 从身份上讲 对国家政治有义务 他也愿意为此而死 而贾义的身份是儒生 不是出于先天的义务 而是积极追求 要被君主使用 很多感情和内心系 来自想象 我们从贾义的文章里 能感受到 他的性格有点脆弱 而且他身上还保持着 先秦世人的风气 要在君主面前 保持独立人格尊严 这就又增加了矛盾 贾义的政治主张 是瓦解封建 建立大一统皇权 这就像下游供货商 支持上游搞垄断 必定让自己丧失溢价能力 从那以后 皇权越集中 儒生集团就越被动 心情也就越郁闷 于是 后来的儒生 更是要调完了屈原 调贾义 直到彻底把自己的自然情感 迁移进了文学和礼仪活动里 完成了文化情感的改造 在贾义这里 这篇文章还是误伤其类的比喻 他的自然情感是很外露的 我们下一讲 要说的司马迁也是如此 先秦和汉代人的文化情感 还没有成熟 自然情感就表现得强烈质朴 到了后代 评调文章里 经常彻底把自己隐去 只陈述平调的对象 而我们是一读就懂 立刻就能拆解出 作者的本意和情感有多强烈 比如唐代诗人 刘长青草匾的时候 写过一首《过甲义宅》 后两句很好 寂寂江山遥落处 联军和氏到天涯 诗人说联军 当然就是联自己 和氏其实就是凭什么 这才是愤慨的爆发 但他没有直接说出来 在历史上 也经常有人借平调和祭祀 来抒发悲痛表达意见 比如刘善的儿子刘臣 在西蜀投降的时候哭祖庙 金圣叹抗议当地官员的妄法 就组织生员们去恐庙痛哭 而在家务势力 这就叫闹丧了 从庙堂到乡野 这种表达方式 大家都用得很熟练 也就真正成了情感 和民族文化结合的固定形态 他们文学上的源头 就是甲义的调曲原妇 类似的文章 还有韩裕的继田恒母文 陶渊明的永荆科 最后我想跟你聊聊 写出了调曲原妇的甲义 在中国文学史上的 独特贡献和地位 这有关千古文章的写法 你可能听过古代文学历史上 长期就有散文和贫文的争斗 像我们熟悉的唐宋八大家 韩裕柳东元等人 是极力提倡散文的 而班固司马相如这些汉代人 则是以贫文出名 散文跟贫文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举个最直观的例子 甲义的过情论开头有这么一句 有席卷天下 包局与内 囊括四海之意 并吞八荒之心 这就是先秦的散文风格 要是用平文的四六对账 这句话得改成 有席卷天下 包局与内之意 囊括四海 并吞八荒之心 甲义的过情论 是后世公认的散文经典 思想上如法兼备 讲求实用 是寻子一派 文风上则霸气淋漓 逻辑细密 又有理思的风格 所以被鲁迅先生评价为是 西汉红文 说他殊职机械 尽所欲言 而平文家推崇的汉妇 也是由甲义开始的 他最早把处词引入了汉妇 调屈原妇用妇体 因为这是属于屈原的文体 我觉得这篇妇 很可能在仿照 处词里的淮沙 两篇妇同样是四五言为主 相传淮沙是屈原的绝笔 这就是文学天才的玩法 甲义一个北方人 用这种处文化里产生的文体 也像信手年来一样自如 你看 散文和平文 争执着上千年 却各自推崇假义式经典 他的雄辩散文 是千古文章样板 留下的几篇妇 也是汉妇及时 最后留到讨论题 你还熟悉哪些 评调主题的热门人物 欢迎在留言区里 跟大家分享你欣赏的佳作 下一讲 我们来说司马迁的 报仁安书